小的时候我成绩很好 整个大院里面的人都教育他们的孩子 要向我好好学习 才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好像我一生下来就顺风顺水 长得很漂亮 成绩又好 本来我以为我就能这样顺顺荡荡的毕业 工作 结婚 生孩子 随时在大山那年 我生了场大病 很严重 医生告诉我 因为这场病 我可能怀不了孕 生不了孩子 也因为这场病 我错了学 可能是因为我生病的原因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不得已母亲替我误设了一个乡下的男人 这个男人看起来老是憨厚 但是自从和他结了婚 总觉得不快乐 感觉和他没有什么和他可说的 后来我就出轨了一个已婚男人 这个男人说起话来幽默风趣 关键他特别懂我的心思 总会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出现 为我解决一切烦恼 因为我常常和他出去见面 在家里次数还少 虽然我和我的丈夫说不到一块儿去 但是他还是很尊重我的 我要出去他也不会过问 我曾经也问过他 他只是跟我说相信我 我出轨的事终有一天被发现了 而且整个家里面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心里想着 既然事情已经被发现了 那干脆就和丈夫离婚吧 我准备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情人 谁知他已经离开了公司辞职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回到了家 受到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严厉辞责 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我以为我就这样和丈夫离了婚 但是丈夫和他妈在屋子里说了一段时间的话 她决定不和我离婚 我很惊讶 经过了这件事 我重新审视了丈夫 发现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他只是不算言辞罢了 其实他心里很好 我们的感情也在一天天相处当中 渐渐变得越来越好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 他和他妈妈到底聊了什么 才决定不和我离婚的 他说一方面他是真的喜欢我 也觉得这些年我和他在一起并不快乐 他也很难过 想着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想再给我们俩一次机会 试试我们俩到底合不合适 另一方面 他的母亲告诉他 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好找对象了 再说现在国家难多女少 出去肯定难找 我这才明白 但是我也庆幸我们俩没有离得婚 也从这件事当中 我明白了到底谁才是对我最好 最爱我的人 婚姻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只要相互原谅 相互谅解 日子才能过下去 虽然出轨在大多数人眼里 是很难被原谅的 但是给对方一个机会 这场婚姻可能还是可以走下去的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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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